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落实李克强总理要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2号上午从吉林赶赴上海 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抵护后给予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负责同志交还意见 转达习近平总书记 对广大干部群众的关心和慰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席有关活动 孙春兰听取国家专家指导组汇报 到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 并主持召开有关专家座谈会 实地考察市博展览中心方舱医院 常宁区新京五村 他指出要尽快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快速转运收治感染者 保障好居民基本生活和正常就医需求 在吉林市期间 孙春兰每天召开专家座谈会 分析研判疫情形势 推动实施社会面清零行动 目前吉林市社区新发现的感染者明显下降